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简哥器 我是简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今天为大家分享微信支付的几个安全技巧 比如我们在坐车之后用微信付款了 但是有东西落在了车上怎么办 其实这里我们是可以联系到对方的 下面我就来为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在使用微信支付之后 都会收到服务通知 我们在微信支付这里点击服务通知 再点击你刚才的交易订单 这下面就有一个联系收款方 这里写你的内容和电话号码发送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联系收款方只能填写一次 而且是在付款之后的72小时之内 对方会像收到好友信息一样有声音的提示 不过也有朋友问我 扫码付款之后能知道对方的微信号吗 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 下面再为大家分享 如何给你的微信钱包上把锁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进入我的微信红包是要解锁的 这个功能其实很早就有了 只是许多人都忽略了而已 我们再进入微信钱包 点击手机右上角 然后选择支付安全 我们只要将这个钱包锁里面的手势密码打开就可以了 这样以后别人进入你的微信钱包就要输入手势密码了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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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